嗨小伯们,经过拉过我高强度的摸索啊 终于给大家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务 异星向日葵 哎,这次你们可别说我只是换了个皮肤啊 咱们这一次可不仅仅是换了个脸,换了个小爪子 那技能也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接下来让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异星向日葵普通的工艺手段 从之前的阳光射线变成了包子迷雾 射速变得很慢,但是威力巨大 一技能的治疗射线也变成了彩虹治疗波 治疗效果变强的同时,外观也变得非常漂亮 二技能从普通太阳射线变成了太阳火焰射线 增加一段帅气的爆炸效果,威力也是提升了不少 不过呢,前两个技能只是小菜啊 三技能才是关键,一星闪电阵 我可以瞬间摆放一个闪电花,没有技能冷却 就算是摆放好几十个也没有任何问题 让你们看看这个阵法 这要是走过来一只僵尸,那必定是直接融化呀 不过,我建议你们玩的时候别摆这么多啊 不然一下子就闻到显卡的香气了 好的,让我们升起力量之旗 这次我摆放了八个闪电花 就怕游戏突然崩溃 毕竟这满屏的闪电可太吓人了 援军宝箱里面开出了一个香园猎手 不过啊,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从援军宝箱里面开出生物了 一会儿我要多摆放几个闪电花 系统肯定认为我有十几个队友 不会再给我生物当援军了啊 好了,热身结束了 现在开始正式的僵尸进攻 第一波进攻是海盗僵尸啊 天上也下起了导弹雨来摧毁我们的植物 不过呢,我可以随意治疗和种植 所以对我来说,问题不大 火焰射线 改刀过后的火焰射线 威力虽然更大了 不过迟余时间有点短啊 你们看,一下子就结束了 还好我的闪电花够厉害 再多重一点 OK,海盗进攻已被消灭了啊 下一波就是科学家了 不过,这位科学家的结局自然也是一样的 被我和我的闪电花直接消灭 哼哼,来两针打的好不好啊 我想要一份毒打 如果可以啊,请来两顿 哎,攻约尸僵尸也来了 不过,谁来都一样 在决策的实力面前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过去 在远处看 我的闪电花是真够猛的啊 斯拉斯和闪电乱飞 我呢,就负责捡捡钱就好了 哎,我去 什么玩意打我 原来是这个黑色橄榄球僵尸 哼,这就是下场 是小鬼僵尸 总算是来了点,让我看上对手了呀 小鬼僵尸,你们的机甲呢 没有机甲,你们可没有办法跟我抗衡啊 哼,总算是来了个机甲了 是大龙虾机甲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还有没有更强的呢 像这种没有机甲的小鬼僵尸 一股脑冲上来,根本就没有啥用 全都是炮灰 哇哇哇哇,这龙虾也太多了吧 你们这是刚去了海鲜批发市场吗 哎,最后一台了吧 搞定 不好,后期都攻势到了 是一头雪怪僵尸 赶紧干它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巨人僵尸 真的是防御力惊人啊 还有一群小僵尸也来烦我 完了兄弟们,越打越多啊 不能放弃,干就完了 我要守住力量之旗 我被秒了 敌人的攻击太猛了吧 可恶,复活之后也不放我 百放我的闪电花 给你们拼了 啊,看来还是没有拼过啊 单单靠我自己和闪电花的力量 还没有办法守住僵尸们的猛烈攻击啊 啊,那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将秀尔和我一起防守一次呢 我们两个人打 会不会就可以赢了呢 啊,以后可以试一试啊 好了,小伙伴们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大家还可以看那个玩什么植物或者僵尸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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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